青花瓷 以传承之名感悟青花之美 游戏中的虚拟形象 与千年手艺相遇 将幻想照进现实 艺术家时间等于历史 作为国粹 青花瓷一直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隐藏千年的秘密 如今终于有机会可以一探究竟 恰逢龙年到来 青花瓷再度与我们相见 喜欢青花瓷已久的我 准备打造一款专属龙王的本命龙瓶 来到景德镇就来到了瓷器的海洋 千万瓷器中的第一眼 我就注意到了青花瓷龙瓶 它大气端庄 流传千年 我们或许从未见过真龙现身 但仍不防它成为我们的图腾 英雄联盟的玩家对龙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 青花瓷龙王的到来正好有机会让全世界玩家再次感受东方神龙的魅力 为了能够做好这次的龙瓶 我找到了拉批飞衣传承人冯绍兴老师 彭老师学习有关青花瓷制作的工艺技巧 景德镇的制造历史是很悠久的 景德制造始于稀罕 改革开放以后 景德镇为了更好的发展传统手工艺 国家自制的代筑权益 那个手艺它就有个传帮带 陶子的产业也开始逐渐细分 包括商品词 艺术词 内容词 还有高科技材料的陶瓷 这是一种包容的上线 但是根本上还是基于全种手艺的文化价值 你现在看见的 这个就是以景德镇的材料形式住的博物馆 既保住了以前的记忆 也留住了现代的美学 这一届是我们的记型是比较大一点的 这就是青花的一个魅力 冯老师说大型器物的泥坯一般需要分开制作 最后拼贴完成 他建议我从简单的小型器物开始尝试 无需拼贴更容易上手 准备好泥后就可以开始揉制 揉泥是为了把泥土中的气泡排出 避免烧制时炸裂 揉好的泥料就可以开始拉坯 这是整个制坯中最重要的环节 一不变一万变 心中有形是什么形都能拉出来 让陶瓷保持匀速旋转 用指尖掌控外形尺寸 但我这明显是有点合不来 拉坯就是把泥巴变成一个有思想的 有情感的一个作品 你心中有形 你才能拉住你所要的形 冯老师演示的很好 但这就和你看别人打英雄联盟一样 往往脑子会了 但手却不会 我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多拉多裂 为手多 终于在得到一个还算让冯老师满意的泥坯之后 拉坯算是告一段了 应该三五天 等定型后就可以开始立坯 立坯它是在拉好坯的雏形基础上 把多余的泥立掉 看着泥泻飞洒 冯平终于显现出他应有的样子 多亏了冯老师的建议 我只需完成这个简单的冯平 即便如此 为了得到成坯 我消耗的泥料也是冯老师的二十倍 我知道这么说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这是我失败的作品 而这是冯老师的作品 但本资景的任之旅 已经实现了我的小小愿望 青花瓷隆平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比喻画画并不是我的长项 所以接下来就交给我的伙伴 银红画师卡电接力完成 以青花瓷为背景 在瓷海中保留 龙王不应该简单出现在画稿之上 而应该是回归瓷器本身 这里要感谢财浅送来的龙瓶泥坯 接下来有个画坯的记忆 只有我来带大家一探究竟 说起瓷器我有人脉 贝贝是我在景德镇多年的好友 见青年艺术家 在她的引荐下 我还见到了秦秋燕老师 想要让龙王在瓷器上活过来 细节就变得格外重要 各个时代的龙都有它的一个特征 比如说宋代的龙严谨精巧 元代的就是矫健威猛 而到了明代来 它主要就是它的雄伟跟端庄 清代来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富丽堂皇 就是因为它极其的工整精细 如果对历史陶瓷的龙文的特征 你要是不清楚的话 你很难画出龙的精神实质 它本身的绘画就是从抽象去写实 再进行再变化的 龙跟云组合你要记住四个字 行云流水 和贝贝重新调整了龙王的形态 加了一点点细节将草稿完成 贝贝十分谦让地允许我来完成画皮的底稿 但是从屏面到屏上的差异 我怀疑它是来看我热闹的 终于 在贝贝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线稿 用或粗或细的线条勾勒文式 加以点染渲染汇出所需的图案 再使用分水法作为辅助 呈现局部的立体感 不过说起分水法真是让我又爱又恨 我承认泥板上的练习让我有些挑了 让我产生了我上我也行的错觉 画皮只是陶瓷记忆中的一种 虽然它古老 但是它并不古老 而这就是我盲目上手的结果 画皮还是由贝贝来完成 配置料水 勾勒线条 分水运染 所有过程必须一气呵成 秦老师告诉我们 随着龙文的不断演化 到今天也多了许多创新 但创新的基础在于对传统的掌握 这次借英雄联盟青花慈龙王 探索龙的底蕴文化 使我大受震撼 在最后 龙平成器还需要经历火的考验 其实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江西人 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景德镇 小的时候 对于青花慈的印象 只存在于图片和文字之间 清白相间 温润如玉 若隐若现 古艺盎然 寻遍祠都感受传承七百余年的温度 为了完成青花慈龙瓶的烧制 我联系到了柴瑶之火守护人之一的柴友根师傅 最开始的柴友是在五代十国后洲皇帝柴龙创建的 清代拥前年间 在多陶关谈音的大力提倡下 柴友得以迅速发展 景德镇最初还是以柴友为主 然后过温度到煤友 气友 电友 之所以现在继续在做柴友 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传承 另一方面是它烧制的效果 右面的油脂感更强一点 青花的发色更沉稳一点 烧制出的胎底颜色都会与其他不同 找到柴师傅的时候正好在满谣 柴谣满谣十分讲究位置的放置 不同位置的温度不同 烧制的瓷器也不同 烧柴谣其实失败是很常见的事 就算今天技术成熟 破损率还是很高的 按照现在的工艺要求 成品率往高的说也只有五成左右 所以失败后总结肯定是要有的 下一次的温度还有瑕坡的位置 可能都要调整 柴师傅这个要烧制多久 这个要烧制三四个小时 那现在这个龙瓶在的位置 是处于这个摇最好的吗 对啊 它是处于摇的最中间 它这个温度不会很高 也不会很低 很匀秤 这是那个树木的那个油 它的灰尘 它吸附在这上面 那个油啊 都很用的上温 我是跟着师傅学烧柴谣的 在我的记忆中 师傅特别能吃苦 十年能出一个转圆 未必十年能出一个把转师傅 茶肴烧制是时间与火的艺术 变化啦 两者主打一个互相陪伴 越来越多人喜欢 那它的坚守就有了意义 熄火降温 是时候看看赢家的样子了 是啊 三哥 小島 紫 我们从一代又一代匠人身上 看到了专属的智慧与浪漫 七十二道工序 靠着他们跨越了七百余年的光阴 磁器没有被遗忘 反而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来到我们的身边 与我们建立起这磁石的友谊 用更符合年轻人的喜好的方式 把景德镇的陶瓷历史记忆 向更广泛的人去理光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了进来 继续这项古老的传承 像英雄联盟 以这样的用户技术进行文化传播 可能它达到的效果 比我们平时办上百场展览 可能会来得更有效果一点 最重要的是这种传播是论物细无声的 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 年轻世代的中华传统审美 传播中式美学 2024年是龙年 在中国龙文化是渊源流长的 以深深地根植于民族的记忆中 无论是青花池天龙瓶还是吉祥龙 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为华夏儿女祈福 用各种方式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 让世界看到也是我们坚持下去 做下去的动力 将心不灭 传承不灭 在传承中发扬 于岁月间守护 平落成器 不管是他们 还是我们 都是青花池的英雄联盟